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日五次闲谈不是和大家谈古 而是大家谈心 而是谈爱心 介绍一个香港学生辅助会 这个香港学生辅助会成立于1957年 是一间基督教非牟利机构 至今已经有66年 他们最主要做的就是一切为了孩子的信念 他有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完整的服务 为何要这样呢?很简单 因为很多青少年或者儿童 在家庭上都未得到父母的外护 管教或者是关照 为何呢? 因为父母方面有离意 父母可能有些去坐牢 父母或者是有些残疾等等 那六十多年来呢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远 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多元化综合的服务机构 你猜不到的 这个是香港青少年辅助会 他们的服务名额 占了全香港有百分之十 有百分之十的青少年 他也是备受香港学生辅助会的照顾 他的范畴包括了儿童青少年院舍 儿童青少年院舍、儿童之家、寄养服务 儿童青少年院舍有三间 分别是马可、寄养之家、石碧宿舍 另外这个石碧宿舍 有一间群育学校 叫东湾莫罗瑞华和荷兰宿舍 什么叫儿童之家呢? 就是有些是父母方面不方便照顾他 于是由一些所谓的父母 去照顾这些儿童 当然也提供他们食宿的东西 也有寄养服务 在家庭支援方面 2006年开始了家庭能量的服务单位 最主要是减低了家庭暴力事件 发生危险 如果妈妈认为有些家庭暴力可能出现的话 那就可以怎样呢? 来到求助 群育学校方面有个东湾莫罗瑞华学校 也有一个学生辅助会小学 和学生辅助会补辅幼儿园 这就是说由幼儿园小学到中学 是一条龙的 那讲讲这个东湾莫罗瑞华学校 在3月3日 就会有一个庆祝开幕的典礼 最主要就是2019年 财民会给他们钱 他们占了很多这些设备之后 其中一件事 有些设备 是要开放给附近的学校可以借用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可以有地区资源 作为推广政官和学校的文化 这个就是说 除了他自己受惠之外 有一张所受惠的东西 是与其他人士的分享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我就说 今天是推广爱心了 这么多东西是需要钱的 不能每次都靠马会 所以很多时候 要靠大家的善心 人士去支援 小弟就捐了些花架给他 他可以的 扎架公 扎架公 由这个是有这个 德日龙舍 就捐了一些在马来亚 飞一些 空运一些 是亡不了的鱼过来 然后呢 就是起这点 富家国 是李文基大厨阿一的手套 他也会负责真正去煮 以及赞助很多东西 也有很多厨界的人士 赞助食材出来 因此我们扮了一个 同心同享 自善花架宴 每位 是八千元 为什么这么多呢 哇 都很多东西 第一件事 不要说什么 这些花架已经很贵 例如有鲍鱼 还有亡不了 亡不了 亡不了一条差不多是一万元的 然后再跟着呢 我还会有一些 2008年的奥运茶饼 这些茶饼 应该没记得是一公斤 还是两公斤 还是三公斤 是这样的 这些茶饼 是供应给每位人士在场的 是一盒的 这些茶饼 十分之有 纪念价值 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吉祥物纪念茶饼 这个茶饼 我们看看后面 后面茶饼 就是这个 一样东西 不值得吉祥物 那奈涵 就是这样的 你看到 条索十分分明 你不要喝它 还可以多等十年二十年 那些喝的话 更加厉害 更加好 放大它给你看看 这个奥运的五环 这个是每一条的条索 即是这些茶的条索 你现在这个茶饼 我相信你想买 都买不到的了 那我以前就是收买 所以因此今天可以拿出来 每人作用作用人士 都可以买得到 那当然我还有少少酒 可以给大家去品尝一下 的 都是五大酒庄的酒 我以前收买的 那现在这个可以拿出来 那如果大家需要去这个 这个是定座的话 网上定座的表格 就是你这里 拿个UR code 就是八千元一位 就是同心同享 慈善花交宴 很多谢大家 各位善长 福有尤归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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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